李静才那边布局 李真娘这边挖坑 如此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接下来几天 祸平稳的交付 大家各思其直 一切都显得格外的平静 真娘日子过得 亦是淡定无比 每日早早起床 吃过早饭上工 先去看七祖母 然后陪着七房的沈娘们 聊一会儿天 之后便待在墨房里 没事的时候便在小阁里休息 倒也悠闲得很 更闲的时候 真娘干脆就窝在家里 跟奶奶娘亲 景葵伯娘 还有大嫂聊天 逗着校官 校官如今两岁多 快三岁了 正是可乐的时候 当然 更多的时候 则是跟爷爷聊着墨 正如罗文谦那信中所说 要想发展墨业 仅局限于灰州 一时一地 是不成的 爷爷 听景东书说 当年您在南京 那也是风云人物啊 听说 还认过灰州商会的副会长 身时正 晚饭前 真娘扶着爷爷 在院子里溜弯 爷孙俩边走边聊 真娘笑嘻嘻地问 没你景东书说的那样 咱们末夜 在灰州这里 还算是数得着的字号 可到了南京 那可是金粉之地 别的不说 就说咱们灰邦 盐业 茶业 丝业 木业 再加上典荡业 任哪一样 都是全国数得着的字号 跟他们比起来 咱们末夜 就不算的什么了 丁爷爷 我一介小商人 平头百姓的 又哪算个人物 不过是帮过几位大人 治过墨 再加上 当时李墨 拿到贡墨权 这才被大家 抬举了 任了一任副会长 只可惜 贡墨一出事 李家就受到南京 挤家墨上的挤压 不得不退出 南京市场了 如今的南京 李墨自好 早已是过艳云烟了 说到这里 李老掌柜的 也不得不遗憾地叹气 爷爷放心 李墨 不会只缩在晖州的 真娘笑嘻嘻地道 你这丫头 心倒是不小 李老掌柜微笑地道 这个孙女 李老掌柜得很满意 只是终归年轻 再加上 他们八房 在组里没有发言权 帮不上这丫头 丫头势单力薄的 想带着李墨走远 难哪 当然 这时候 她不会打击这丫头 有些事情 做不做是一回事 成不成功 是另外一回事 努力了 便无悔了 这便是人生 这倒是李老掌柜 这一辈子 走过来的感悟 两人正聊着 却听外面 传来一阵 喧闹的哭喊 出什么事了 真娘嘀咕着 扶了爷爷 在一边坐下 然后开了门 朝外面望去 就见一群人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的 正从城门洞那边过来 还推着两辆板车 板车上还坐着一对老年夫妻 和两个三四岁左右的娃子 板车上的人 脸色看上去潮红着 躺在那里直哼哼 一个娃子一条腿露在外面 真娘看着 竟然有些水肿 边上两个汉子照应着 一边还有个妇人 抹着眼泪 而此时 整个人群 却是群情激昂啊 一个个神情都很激愤 找他们去 今天肚子不给个说法 咱们跟他们没完 是 跟他们没完 众人硬喝着 这是出了什么事了 李家对门 怀德嫂子探出个头问 大嫂 你可买过度假油坊的油 我跟你们说啊 度假油坊的油吃不得 板车上那几个 就是吃了他们家的油中毒了 咱们去找他们讨说法去 那个大汉 冲着怀德嫂子道 什么 真有这回事 我前段时间 才在度假油坊买的油 因着残油没吃完 这还没开罐子呢 怀德嫂子 跳江了起来 有没有这回事情 你把油 送到药堂去验验就知道了 那汉子道 说着一挥手 带着一群人 朝度假油坊那边去 而这边 真娘也唬了一跳 正要转身回屋看看 却差点跟大嫂 撞个满怀 度假也是一脸震惊 大嫂 有没有这回事啊 因着这油坊 是度假兄弟开的 城门洞人本就穷 便走着度室的门路 托度室买 能便宜一点 因此前段时间 有好几户 托度室买油呢 我也不知道 不能吧 咱家一直都是 吃油坊的油 这不都没事啊 度室此刻一脸惊疑地道 那咱家最近 有没有买过油 真娘深吸了一口气 冲着度室问 有有有 买了买了 还没开始吃呢 度室连忙地道 大嫂 你咬一勺 最近买来的油过来 真娘吩咐着 她刚才看了 板车上的人的病症 很像是铜油中毒 再加上最近油坊 不是在炸铜油吗 搞不好是两者混在一起了 现在得检查一下 油里是不是混了铜油 如果真的话 得赶紧通知其他买油的 这油不能吃了 真娘想着又冲无事道 奶奶 正身堂哥那套炼丹的东西 摆在哪里 在小油坊的一脚堆着呢 你要那干嘛 吴氏问 我检验看看 那油里是不是有铜油 真娘道 检查食用油里面 含不含铜油很简单 弄几滴食用油在石头上 再弄点硫酸 如果油里含有铜油 那么油很快就会变成深红色 并凝成固体 而这时代的硫酸 叫绿繁油 倒是炼丹少不了的 他上回就看到 堂哥那堆东西里面 有这个 想着就一溜跑的 进了家里的小磨坊 从墙角找出那堆东西 并迅速翻出了绿繁油 油来了油来了 杜氏咬着一勺油 站在院子里道 真娘拿着绿繁油出来 先让杜氏将油 滴在青石板上 然后滴了点绿繁油 果然的 没一会儿 那油就成了深红色 并凝成固体 真娘气得咬牙 真娘 赶紧去通知街坊 以前托你嫂子买的油 都把油拿来咱家 咱们退钱给他们 咱们这边的事情先平了再说 杜家兄弟 时时混着东西 李老掌柜 黑着一张脸骂道 虽然说是别人找到杜氏 让他帮着代买的 但不管如何 杜氏跟杜家兄弟是姐弟 又是从杜氏手上拿的油 如今出了这事 别的人且不说 这几个找杜氏买油的 自然要怪上李家的 好 我这就去 真娘点头 然后一溜小跑地出门 真娘 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门的怀德嫂 抱出油罐子 冲着真娘道 怀德嫂子 是油房里 把铜油和菜油混了 你把油拿去我家吧 我嫂子负责退钱给你 真娘道 啊 好好好 怀德嫂听说杜氏负责退钱 既是没有损失 自是一脸高兴 不过 仍是有些后怕 这度假油房的油 以后 是再也不能要了 随后 真娘又去通知别的家里 真娘 随身带着绿帆油 主要是 防着万一有人吃了这油的 也好让他们 及时去药堂看 好在 并不是家家油里 都含有铜油的 当时 托她嫂子买油的 有七八家 只有三家的油里 含了铜油 不过 不管含没含铜油 这度假的油 是没人敢吃了 一个个 全都把油 送去了李家 度士 退着钱 还得道着欠 这事 处理完了后 度士 仍是一脸苍白 整个人 有些愣神的 站在那里 还愣着干什么 回屋去 别怪我没提醒你 杜家这摊子事 你别给我掺和 你连两个弟弟 既做出这等事情 那以后 就是得他们自己去承担 也到时候又赖上咱家 赵氏 气哼哼地 冲着度士道 想着刚才 他赔尽笑脸 心里 自是不痛快 度士仍愣着 突然 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全身发抖的道 婆婆 这事 想不清楚 怕是难了 怎么回事 度士 竖起了眉毛 真娘的心 也是一斗 当日婆婆 让我借钱 给我兄弟的 后来我娘说 姐弟一家人 就让我 以我自己的名义入骨 说以后 游访的分红 就归我了 我也多两个提起钱 在身边 哗笑哗笑 我就硬了 所以 游访有我的分子的 度士抽气地道 完了 一听度士这话 赵士一屁股 坐在板凳上 随后 抓起桌上的茶杯 朝着度士砸了去 你要用钱 不会跟我说 跟大狼说 气死我了 我休了你 度士 就只知道 跪在地上哭 你说的什么魂话 度士来咱家里 跟着家里人 一起吃苦受累的 小官也这么大了 跟大狼 也算是夫妻恩 一全合的 能说羞就羞啊 吴士 教训着赵士 随后也叹着气 这事儿很麻烦的 吵什么吵 都安静些 这时候再追究以前的 有什么用 还是想办法 怎么度过这一关 这是李老掌柜的 发话了 屋里 这才安静的下来 陈娘 你说说看 咱家接下来 要怎么应付 李老掌柜的 又冲着真娘道 吴士 赵士 正士 度士 都望着真娘 李大郎去物园 还没回来 家里 似乎真娘 成了主心骨 虽说大嫂在 有房有份子 但怎么着 也只是小份 大头 还是杜家两兄弟的 这事儿 终归还是杜家两兄弟 顶在头上 真要算起来 最后也不过是按比例 分摊损失 说破了天 都是这样 杜家两兄弟 想赖也赖不着 所以我想 只要不出人命 咱们家这点损失 分摊得起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都不是大事 真娘说道 李老掌柜点点头 一边赵氏等人 也松了口气 听着真娘这一分析 虽说麻烦了点 但似乎也不是什么 天塌下来的大事 不过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控制好 千万别出人命 真娘又说着 才又转过脸 冲着杜氏道 大嫂 你得赶紧去家里 跟杜家两个大哥说好 先发出通告 召回已经卖出去的油 千万不要让人 再继续务实了 第二 让杜家两个大哥 跟药堂里说好 凡是吃了杜氏油坊的 油中毒的 就包下一药费 不能让穷人家 因着没钱治病 而耽误了性命 到时 那可就是大事了 听着真娘的话 李老掌柜极是满意 真娘这处置 是十分妥当的 好好好 我这就去 真娘的话 让杜氏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 他知道 这事不处理好 以后他在这家里的日子 怕是要难受了 赶紧写信 让大郎回来 晚上 一家人坐在一处 各有各的心事 李老掌柜的 咳了一声道 是该让大郎回来 这事还不知道 要闹成什么样呢 我看杜家那兄弟两个 都是赖货 不能全指望他们 吴氏坐在一边 看着油灯的火花道 口气中也满是担心 大郎前几天 就写信回来过了 说是这两天就要回来了 还有 我弟弟可能也要一起过来 大郎信上说了 五元那边挖了两个石坑 收获不小呢 赵氏道 我刚才也已经让喜哥 去马车行那边 拖人带信了 想来 大哥会快马加鞭的 一边 真娘也补充道 阿弥陀佛 快些回来才好 家里这回 终究是要破财消灾的 一边 吴氏听着物园那边情况良好 倒是松了口气 都是大郎媳妇闹的 赵氏嘀咕了句 你别光说大郎媳妇 家里这些钱 还不都是大郎赚的 你偏一门子 把钱全抓在手里 大郎媳妇 能不起小心眼吗 吴氏 美好气得到 李老掌柜 在一边 坑也不坑一声 只是眯着眼 沉思着 家里几个妇人之间的牵扯 她是不插嘴的 自由吴氏 敲打着赵氏 吴氏这话 她心里倒也赞同 景福媳妇 什么都好 就是搂钱 搂得太紧了 这钱 也不能说都是大郎赚的呀 不管是煤炉也好 还是雾园的矿坑也好 哪样不是真娘的主意 大郎媳妇 是个耳根子软的 家里的娘亲 一心护着两个儿子 时不时地 打着大郎媳妇的主意 我这不是怕大郎媳妇 被她两个兄弟骗了吗 这能不搂紧些钱 再说了 我也想给真娘多攒点 她的情况 跟别人不一样 身边不多攒点钱 怎么想 赵氏解释得到 口中倒颇有一丝委屈 让娘亲费心了 真娘在一边道 虽说赵氏有着 这样那样的毛病 但为她的一份心 还是让真娘心里暖暖的 哎 无事不说话了 成了就这样 也不说你完全错的 给真娘攒钱是对的 但是杜氏那边 该给的也得给 李老掌柜道 是 赵氏应声 真娘啊 调堂那边呢 也别全指望杜家兄弟了 明天你去大声招呼 咱李家 该付的也得付 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李老掌柜的 又冲着真娘道 爷爷 我晓得了 明天一早 就去城里的几家药堂 打招呼 真娘应道 嗯 李老掌柜的 点点头 随后 各回各的房间 夜深了 总得休息 杜氏去了娘家 校官便由正式带着 家里发生这等的事情 能睡着 那才是怪事 因此 一晚上 真娘就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 直到天蒙蒙亮 才睡去 在睁眼之际 便听得 巷子里水泊 提示水开的帮子声 又敲响了 真娘便穿衣起身 想来 早上大家 也没心思 点煤炉烧热水了 还是 先去打点热水的好 想着 便提了同湖 拉开院子的门 准备 去打热水 没想 门一拉开 就看到一个人 坐在门边 真娘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才发现 居然是渡市 再次